如果战机被导弹锁定 真的会像电影里的那样 紧张刺激地追半天 然后主角一顿操作猛如虎 最后轻松躲避导弹的追击吗 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一旦被锁定 几乎就是击毁人亡 首先在现代战争中 用于打击战斗机的导弹 主要分为空空导弹 地空导弹和舰空导弹 而它们的制导方式 最常用的就是雷达制导和红外制导 这如同就是导弹的眼睛 能够不断寻找既定目标进行攻击 而能不能逃出导弹攻击 最根本的还是速度 要知道现代导弹 都在朝着高超音速的方向发展 无论是地空导弹 还是空空导弹 其飞行速度至少也在四马赫以上 而世界上最先进的五代战斗机 最大飞行速度也只有两马赫左右 更别说一些三代机 所以从速度上来讲 一旦被导弹锁定 好多的几率几乎为零 但任何武器都有自己的弱点 导弹也不例外 我们都知道 现代战机都配备了先进的警告系统 一旦被对方导弹锁定 就会发出警告 提醒飞行员做好准备 而此时想要摆脱导弹 就只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对来袭导弹进行干扰 让其偏离打击方向 例如通过释放红外干扰弹诱惑来袭导弹 就可达到保护自身的目的 第二种就是采用大过载机动动作来躲避导弹的伤害 例如及时进行同滚和急盘旋 就能让来不及机动的导弹与战机擦肩而过 但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极难实现 这是因为导弹的机动性能要远大于战机 除非是具有超高飞行技能的飞行员 对比两种方法 战斗机躲避导弹最常见的办法 还是释放干扰员 利用比飞机更明显的红外特征现象甩开导弹的跟踪追击 但根据防空导弹性能的不同 不同类型的战机成功躲避的机会也各有不同 就目前全球拥有数量最多的第三代战机而言 通过干扰弹和飞行机动成功躲避防空导弹的概念 通常不会超过10% 此外导弹发射通常不会只发射一枚 一旦被多枚导弹锁定 即使释放干扰弹并进行机动回避 存活的机会也微乎其微 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导弹打飞机 那肯定听说过火控雷达照射吧 当年日本抗议韩国火控雷达照射事件 就引发了一定程度的争端 那火控雷达照射意味着什么呢 很多人认为火控雷达照射 就像黑暗中被探照灯照射一样 不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但其实火控雷达照射 更准确的比喻 应该是相当于用枪指着敌人的头 声语死指在于对手是否扣动扳机 所以火控雷达照射 实际上就等同于进行攻击 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飞机能够躲避导弹 那火控雷达照射一下 还用这么紧张吗